上节课咱们讲到热灼真音里边的第二个类型 真音耗损 所谓真音耗损就是肾音耗损 甘血肾经大伤 导致一派阴虚迈向迟缓结代 迈向迟缓结代反映的是什么 反映的是病机 这个病变的机理是真音大伤 所以治疗要复麦 复麦就意味着滋音 因为你音不复麦不可能复 所以麦复了音就复了 这个治法是滋音复麦 代表方计是文病条片的加减复麦汤 加减复麦汤顾名思义 它肯定是复麦汤加减 复麦汤是哪的方呢 上寒论 上寒论的治肝炒汤 一名复麦汤 他治疗 上寒麦结代心动剂 治肝炒汤主制 治肝炒汤 一名复麦汤 这都是原话 就是说 外感寒血 损伤了新阳 新气不足 阳气不足 由于阳气不足 对血液的推动力不够 而出现麦结代 要恢复阳气 就必须通阳 不气 麦中的阳气不足了 推动力不够 出现结代 你要恢复麦国的跳动 就必须恢复它的阳气 治肝炒汤呢 就是恢复麦中阳气的方计 它的组成 一共是这些药 这个药啊 可以分成两大类 治肝草 人参 大枣 桂枝 生姜 清酒 复麦中阳气 是因为含血损伤了新阳 导致心气不足 推动力不够 而出现麦国结代 所以呢 以治肝草为君药 不气 治肝草 补一中气 中气充足了 那么全身的气就都充足了 后天之本呢 所以它恢复麦中之气 加人参 补气 可以说 他们两个 是补气 大枣也是肝温一气 桂枝生姜 同样 桂枝 桂枝生姜 都是新温 桂枝能够通血脉 脉中的阳气不足 推动力不够 血液凝滞 加上桂枝呢 通行阳气 通血脉 促进血液运行 生姜嘛 它能发散寒血 有发散作用 酒 当然不是我们 现在的白酒 清酒 低度酒 也是通血脉 酒也通洋 所以整个这边啊 是在补气的基础上 同洋 气充足了 洋气通了 脉搏自然就不结代了 这边 生地 脉东 厄交 滋阴阳血 麻人 润造 伤寒损伤脉中的洋气 为什么加这么多 脂阴阳血的药 这个问题就值得考虑了 我分析啊 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个 如果是一个健康人 感受点寒邪 不至于出现 脉携带心中心 不至于脉搏跳动 就结代了 这个病人 他肯定是一个 原来 旧有 心 心功能不好 体质不好 心脏功能不好 阳气不足 阴血不足 心气 心阴都不充足 所以他感受寒邪之后呢 又发了 他心功能时常 出现脉携带 如果是个健康人 受点寒 发发汗就好了 不至于出现 这么严重的病变 所以 推导 根据他这个方计 以方测证 这个病人的体质 原来可能 就气血运行不正常 受寒以后更加重病情 那么心阳心气不足 心阴心血也需 所以 在补气 在补气 通阳的同时 也加上 自营养血的药 这是一方面的原因 另一方面的原因 桂枝 姜 酒 这些药 都是 新温的药 新温的药 都有发散作用 它固然可以 通阳 但是它也容易伤阴 可以说这些药 刚 放 在补心器 通心阳的同时 应该考虑 不要损伤 心血 心阴 所以防止它的副作用 通阳固然需要 但是呢 不要产生副作用 所以这些药 也有 制约 贵脂 姜 酒 它们造裂之壁的作用 防止它产生副作用 所以它这个方济组成 既有补气通阳的药 又有自营养血的药 可以说 它组织的非常全面 但是这些药 综合起来分析 这个方济 它是偏于补阴 还是偏于补气通阳 那它肯定是偏于补气通阳的 所以这个方济啊 吴俊通说它 负脉中之阳 在重景当日 至伤于寒者之结代 自有取予 身贵江枣 负脉中之阳 就是说 重景当日用这个方 它是治寒血损伤心阳的 心气不足 所以它用 身 桂 姜 枣 当然了 治肝草为军药 还有酒 补气通阳 恢复脉中的阳气 阳气推动血液运行的功能 恢复了 脉搏自然就恢复了 它就不接代了 所以叫负脉中之阳 现在这个病人 我们面对的 不是心气心阳不足 而是热邪深入下胶 损伤真阴 由于真阴不足 而导致心阴不足 出现血液运行色滞 脉搏 吃缓结代 治疗呢 就应该滋阴补血 负脉中之阴 使脉中的阴血恢复 血液稀释了 不凝制了 它自然就通畅了 无需负脉中之阳 负脉中之阳反而更伤阴呢 所以吴菊通 在负脉汤的基础上 进行了加减 先减 减什么呢 把这些都剪掉 保留一个质干草 加一个 白勺 这么个 加一位白勺 大家可以看出来 这回 它是富阳还是富阴 为什么要保留质干草 质干草配勺药 有什么作用 酸干化阴 它为什么加一位白勺啊 勺药配干草 酸干化阴 其余的药 生地 卖东 恶交 滋阴不雪 但是这个方 腻不腻 可以说滋而不腻 其中腻的就有一个额胶 量也不大 大剂量的 大队的还是 白勺 卖东 特别是生地的量最大 还是干含的量大 干含酸含为主 所以呢 可以说它滋而不腻 这么一减 一加 这个方计 变了 加减富麦汤 和富麦汤的原方 区别在哪呢 它变成 富麦中之音的方式 同样是麦结代 伤寒的麦结代 是由于 心阳心气不足 温病的麦结代 是因为心阴不足 伤寒用富麦 同样的方法 富麦 温病 用资因的方法 富麦 都达到了富麦的目的 麦博都会富正常 因为病机不同 同样是麦结代 病机不同 治法也就不同 咱们学这个方 不是学它怎么加 怎么解 吴俊通说了一句话 他说用古法 而不居于古方 一者之化才也 这是一个储方的思路 古人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好的方计 但是临床的症候是千变万化的 都百分之百试用吗 不一定 那么在你医生怎么进行加检 你怎么去思考 温病调变提供了非常好的范例 吴俊通对张仲景 伤寒论里边的方计 化才得非常好 他有的是加工了 有的原方拿过来 你比如说白虎探 在伤寒论里边 是治阳明病 他拿的就清非热 太阴文病 这不是发展的 原方治疗范围扩展了 下法 伤寒论里边 没有那几个方 他加减变化以后 出了六个加减成其他 在下法上发展非常大 在资阴法上 覆卖法上 又发展上了 还是覆卖 还是目的 还是覆卖 但是他覆的内容不同 用药就不同 这一加减化材 非常符合临床的需要 我觉得对我们今后 在临床上怎么处方 怎么去思考 提供了很好的范例 说吴俊通 是文病学 极大成者 是个名家 名在哪 尸骨而不尼骨 遵循古人的法则 但是加减变化 非常好 这个方济里边 需要说明的 是麻人这个药 大家不要把它理解成 滋阴养血的药 麻人既不滋阴 又不养血 它里边含油脂 油脂呢 就是一个润造作用 它有润造 划肠的作用 至于为什么用麻人 大家看法也不一样 一种说法呢 心功能不好的病人 心脏病的病人 就怕大便干 因为数日不大便 容易加重心脏的负担 所以用麻人通便 这个说法固然有道理 但是心功能不好 不等于都大便干 大便不敢用 它不用的 它原方这个方计 是不加减的 所以也有人认为 不应该是麻人 应该是什么呢 是早人 这个说法呀 是清代的医学家 张诗丸 张陆玉 晚号诗丸老人 他有这个主张 他说这个麻人是错简 因为山寒论 王淑和建造 就是残简 不全了吗 冰火的细节 可能 这块简呢 烧了一半 正好 这是保留个人字 上头那块简 烧的是下边 这顿没有 是什么人呢 可能就是早人 他是这么分一 他说这个麻人是错简 应该是早人 有没有道理 早人能够宁心安神 早人能不能润肠 他也含油啊 也润肠啊 所以我觉得也有道理 这个东西 也只能是存疑待考 咱们也没法确定 就是给大家说明一下 因为这里边 麻人他有润造作用 无妨大局 所以保留了 但是保留这个麻人 可就别扭了 后边这个夹减 复卖汤 夹减再夹减 后头都颠来到去的 去他不去他 就有点啰嗦 这个方计啊 总的来说 用大量的 滋阴养血药 补肾音 通过滋阴 来复卖 肾音充足了 肝音充足了 心音充足了 血液稀释了 不粘稠了 流动就畅快了 所以也不吃谎了 也不接待了 这是通过 腹脉 那么脉腹了 其他症状也都消除了 腹脉法不就是 这个方计 有几个加减 在这个基础上 有加减 有两种情况 咱们就不单列题目了 第一种情况 是肩 焊除不止 在真音耗损的基础上 又有焊除不止 按无拘通的说法 是误用了 心温解表 温病 应该用 心凉清洁 误用了 心温发汗 由于大汗 损伤了心气 和心音 进一步损伤真音 导致音业大亏 心气不足 所以病人的表现呢 汗出不止 自汗不止 由于汗 就更伤音 所以心识所养 忠无所主 心中阵阵 甚至于舌降神昏 心气心音不足 舌体僵硬 神志昏迷 心慌的厉害 心中阵阵 中无所主 这种情况下怎么办 耗伤心音 就应该滋音 心气不足 就要收敛心气 所以啊 在覆麦汤的基础上 滋音覆麦的基础上 要加固射药 加什么呢 覆麦汤 这个圆方 加生龙骨 生母粒 覆麦汤 加龙骨母粒 生龙骨加四千 生母粒加八千 四千生龙骨 八千生母粒 有什么作用呢 龙骨母粒 都是重振千阳药 可是阳气外浮 不能收敛金叶 不能顾表 所以汉处不止 千阳气 使它不向外浮跃 同时 它们又是顾色药 顾色 防止金叶外泄 保存金叶的意思 加减覆麦汤 加龙骨 四千 生母粒八千 都是生的 千阳固涉止汗 这里边 麻仁就不合适了 因为麻仁是华丽的药 大汉不止吗 它太华丽 去掉麻仁 这个叫什么方呢 叫旧腻汤 这是 加减覆麦汤的一个 覆方 加减方 至温定物表 大汗 商阳耗音 再一种情况 煎大便堂蟹 出现大便堂蟹的原因 是因为雾下 本来是气氛的无形热声 你清气就可以了 雾用了下法 由于雾下 而伤阴伤阳 阴不足 阳气也不足 不能固涉 所以大便堂蟹 怎么治疗呢 它先用一甲肩 一甲肩呢 是生母粒 二两 就用这一位 生母粒是咸寒 它既能够牵羊 固涉 它有固涉 止血作用 它又不流血 牵羊固涉 而不流血 因为它本身是寒性的 如果里边还有热 它不会脸血 这吴俊通说的 一物而三用之 这一个药 一使三用 有三种功用 牵羊固涉 脸阴 但是又不流血 先用一甲肩 止血 因为它误泻 误下 既伤阴又伤气 先把泻止住 止住以后 再补阴 因为你如果过早的用了滋阴的药 它本来就泻 越滋阴越滑长 它泻就不好止了 先用一甲肩止血 泻止住之后 再用一甲肤麦糖 一甲肤麦糖 是加减肤麦糖 加生母粒 一两 请同学们注意 一甲肩 是单用 就是一甲 单用生母粒二两 这就叫一甲肩 没有别的药 先止血 用两天之后 大便止住了 不泻了 这回再赴阴 再滋阴 用一甲肤麦糖 加上生母粒 一两不是二两了 既滋阴 又防止它再重新 泻泻 这泻缸止住了 一滋阴药一下来 又泻上了 怎么办 它加上一甲 防止它再泻 去掉麻人 旧泥糖 和一甲肤麦糖 都没有麻人 为什么呢 它本来就大便糖 你再加麻人 不就更划肠吗 所以汉处不止的 泻泻不止的 都不用麻人 它滑泻 就在这个 覆麦糖 这一系列的房积里头 它是个系列房 在这一系列房积里边 旧泥糖 和一甲覆麦糖 都没有麻人 其他的都有 加减覆麦糖有 后边的二甲三甲都有 就是这么个道理 因为这两个正后 它比较简单 就不单列题目了 就是在这个 真因不足的基础上 如果有汉处不止 要汉洋 有汉洋的趋势 要两汉 要固涉 去掉麻人 加龙骨牡蠣 固涉 就叫救你汤 如果大便糖屑不止 不一定非得是无下 温定淡大便糖者 都可以用 一甲覆麦糖 这无疾通的话 只要是温定大便糖 有真因虚 又有大便糖的 都可以用 一甲覆麦糖 但是要去掉麻人 加生母力量 这是坚证 如果真因耗损 再继续发展 因虚到很严重的程度了 还没有恢复 用覆麦糖 没有起作用 那么 它就要最后发展到 王因 发展到王因拖印 企业大量丢失 最后 网因 那当然了 甘肾引许到那种程度 虚风内动 是必然的趋势 它不光是虚风内动 这个症候 要比虚风内动 还严重 虚风内动 只是这个症候里的 一种表现 所以我们给它起名 叫王因拖印 它的临床表现 非常复杂 也非常微重 情体消瘦 皮肤干皱 目线精明 齿造机构 牙齿干燥 上面有齿垢 恶逆生微 耳边不通 两全红翅 四肢绝逆 神魂逝睡 手指淡觉如动 肾或赤重 心中单单大动 甚则心中痛 蛇光降无台 脉细促 或微信一决 分析一下这症候 这是到文病后期 热邪深入下胶 消耗干血肾经 导致真因耗损 耗损到最严重的程度 全身的体液 严重的不足 因为 因虚 精业不足 不能充养肌肉 肌肉里边没有水分了 就消瘦 皮肤得不到滋养 它就干 起皱纹 耳轮枯胶 耳的边啊 胶黑 木线精密 木线是指眼眶塌陷 不是眼眶塌陷吗 严重的脱水啊 精密呢 是指 木中不了了 精不合 拿手在它眼前晃 没反应 瞳孔啊 也可能不等圆 也可能不等大 也可能散大 这种表现 童神 散了 所以你一手在它眼前画 没有任何反应 肾水亏的表现 童神属肾呢 它靠肾经滋养 真因大亏 所以童神就没有反应了 齿躁 如枯骨 牙齿干燥 从里向外干 像枯骨一样 肾经亏 齿为甚至于 银为胃之落 这是 肾经不足 不能重养骨髓 是骨髓干枯的表现 这个指征是非常客观 非常可靠 牙齿干了 骨头肯定干了 齿上有机构 叶天士说啊 若齿垢 如 灰高样 折 胃气无权 金伤 施着用事 多死 这种病人 他这个齿垢 就像灰高样 黏黏乎乎 像那个 黑烟子 沾上水一样 灰黑色 什么问题呢 胃气无权 是指 胃气败绝 后天之本绝了 正常情况下 胃气应该是以下行为税 胃气下行 灼气才能下降 现在胃气败绝了 不能下行了 他不能控制灼气了 灼气就上饭 当然了 今夜也大伤啊 胃气伤 今夜大伤 正气衰竭 灼气上饭 多死 这是事实 凡事到 热病后期 齿躁如苦骨 齿垢如灰高样 这二病人 基本上 没有能活的 这齿垢 是胃气上饭的表现 胃气上饭的原因 是败绝 后天之本绝了 先天之本已经绝了 后天之本再绝 这人还有生物吗 齿躁是先天之本绝 机构是后天之本绝 病人还恶腻 声音非常的微弱 断断续续 但是还止不住 就这个声音 很低 很慢 但是你直接止不住 需要啊 用镇静药 用隔气症软 用镇静药不行 人的昏睡 它照样打嗝 中药也不行 加针吧 但内观 也止不住 这是什么原因 也是胃气败绝 这种恶力 是由于胃气不降 胃气为什么不能降了 它绝了 也意味着病情为重 所以啊 像这些症状 都不是很明显的症状 你要细心观察 非常说明问题 关于齿躁如苦骨 齿垢如肥膏样 叶天事讲的非常清楚 在这种病人身上 都能出现 二变不通 今夜损伤到这种程度 它还有尿吗 大肠肝脏到这种程度 它还能滑润吗 所以大小便居无 二变不通 两全红吃 四肢绝腻 虚火上浮 两全红 红得很可怜 四肢绝腻 吴居通说 是热身绝肾 吴居通解释啊 四肢绝腻 吴居通说 热身绝肾 对否 对不对 不对 这句话吴居通说错了 这个病人热不肾 所谓热身绝肾 是指高热绝腻 多出现的气氛 喝着血氛的时症 正邪相争的非常厉害 正气都集中到 邪气所在的部位 和邪气都扔去了 阳气不大于四目 是高热 手脚凝凉 高热警觉 这个病人有高热吗 它或者是低热 或者没热 或者无热 热很不明显 但是手脚凉凉 这能叫热身绝肾吗 热根本就不肾 它这个绝腻的原因 是血液凝脂 全身的筋液大亏 血液非常的粘稠 血液凝脂了 阳气还能达到四肢吗 血不通则气不通 它是气血凝脂 不达于四肢 而不是热身 这么大的文明学家 也说了句错话 无极通错 无极通的错话 不止这一句 这是难免的 说习惯了 顺口一溜 热身绝肾 实际这病人 根本没有热 热不神 绝世肾 绝肾的原因 是因为气血凝脂不通 阳气不达四末 神昏逝睡 由于真音不足 心气心音大伤 心还能藏神吗 血不能养神 所以人陷入昏迷状态 因为他不是热扰心神 也不是弹蒙热扰 所以这种病人 不烦躁 就是昏睡 功能衰竭的表现 手指淡绝如动 再严重了就吃重 就是轻微的 很不明显 淡绝如动 你要不细看 根本看不出来 就这样 有的是这样 有点颤抖 或者有点这样 土一阵颤 再严重了 有点轻微的抽动 很轻 不是镜像强直 脚弓反张 四肢抽出 不是 它不是热即生风 是水不寒木 虚风内动 是肾阴不足 肝阴不足 肾水不能酣养干木 筋脉失痒 筋脉得不到水的滋痒 而自卵 它是虚症 它的抽出轻微徐缓 很缓慢 无力 你要是手放在床上 有时候你就发现不了 所以你给它拿起来看 全空 这时候你能看出 稍微有一点颤动 很轻 这叫手指淡绝褥动 再严重了 可以有抽出 但是 也是虚幻无力 这是意味着 肝风内动 病带绝音 这是水不寒木 虚风内动 进一步发展 心中单单大动 心黄的厉害 心跳啊 动动动 跳得很厉害 齐动应移 你都能看出心跳啊 穿着单衣都能 鼓动着衣裳动 为什么 心脏里边没有血 真音大亏 全身的筋液都枯竭了 心脏里边是空的 所以他跳起来 跳动半天 挤不出血去 空跳 咚咚咚 他加快 加大力量 但是也挤不出血去 单单大动 这心剂的厉害 就是严重的心剂的意思 肾则心中痛 严重了 病人心前剧疼痛 是因为心音不足 心失所痒 心脏也是肌肉组成的 因为心音不能滋养 心肌 肌肉也痙磷也收缩 气血都不通啊 所以出现疼痛 那病人要没昏迷 他就有感觉 昏迷了他就没感觉了 你现在可以听诊 那个心肋肯定不能长 悸动不安 蛇 不用说了 硬是光降舞台 甚至于 这种蛇 蛇体瘦薄 瘦啊 是两边不够宽 窄了 薄呢 是上下不够厚 上下左右 都不够了 所以小了 缩小了 又瘦又薄 正常时候不这样 同时微软是只没有弹性 它没有转度能力了 金业大亏 蛇鸡饲养 里边水分不足了 没有水分了 所以又瘦又薄 又没有弹性 微软蛇 瘦薄蛇 光降蛇 都集中在这了 脉搏 细是肯定的了 因为脉管里边没有水啊 血容量不足啊 为什么醋 什么叫醋脉 咱们经常把这几个脉搁一块 叫醋结蛋 是吧 什么叫醋 什么叫结 什么叫蛋 脉来时有一指 脉搏跳动啊 有停止 统称都叫醋结蛋 但是它们的区别 只有定数 两九复环 比如说 跳两次 停一次 跳三次 停一次 固定的 跳两下就停一下 跳两下就停一下 这点代满 停完以后 它自己就恢复了 只有定数 两九复环 结脉呢 只无定数 也许跳两下停 下回跳了五十次才停 再跳一次又停了 没有任何规律 这点结 一般来说 代脉主脏气之虚 结脉主实 但是我们在商汉论里边 或者在文明条片里边 都提卖结代 结合代各一块 没有分结还是代 商汉论 一百七十七条 商汉卖结代心动计 质感草堂主治 里边说是结还是代了吗 龙儿统治 没有说 文明条片也是 卖结代 甚则卖两治 也没有说是结还是代 为什么呢 这种病人 可能是结 也可能是代 都可能 所以统成结代脉 醋脉 是结代脉 同时 它和结代又有什么区别呢 它本身是硕脉 又有结代 脉搏跳动 比正常的快 快之中又有停顿 这叫醋 这叫醋 醋脉属于结代脉 但是它的区别在于 它是硕脉 硕而结代 结合脉本身并不标志硕 脉细而醋 就是脉搏又细 跳动的又快 中间又有间歇 这种形式 跳得很快 中间有停顿 要是画成图 这麦看着都害怕 为什么说 真音大亏 虚热 扰动 所以脉不跳动的快 因为它 心音大亏 血液黏色 很黏的 所以它流动中间 就出现停顿 色住了 流不动了 就停顿了 虚热内扰 慢速 但是因为 音亏血色 所以中间 有结代 这是一种情况 细而结代 再一种情况 微细欲绝 极细极弱 似有似无 真音阳气都衰竭了 脉搏要停了 要停跳了 这个正后 还可以有很多表现 咱们举于常见的 这是 说明什么问题 心肝肾胃 去设计这四个档期吧 后天之本 先天之本 败绝 藏血之荡 藏血之荡 都跟血有关 藏血之荡 无所藏 主血之荡 无所主 君主之官 神明内乱 守绍音 足绍音 足绝音 绝了 后天之本 为其败绝了 这人还有生龙吗 没有生机了已经 那么 这病人还没有死 所以呢 还得治疗 怎么治 滋阴养血 千阳西风 滋肾音 滋心阴 滋肝阴 养心血 养肝血 因为它阳气 要浮跃 要跑 你别看它 汪阴 汪阴 汪阴的同时 也汪阳 所以要牵阳 把阳气 牵阵下去 才能西风 就这么一个法则 滋阴 阳血 牵阳西风 这个病啊 我说它是三衰 心肝肾 三藏衰竭 其实 胃气也败绝 从西医角都看 你结合着西医看 是不是三衰 心衰没衰 脉细醋 或者微细欲绝 心中单单大动 心中痛 还不止心衰吗 肝衰不衰 手指淡绝蠕动 肾或吃重 大学院都没有 肾衰不衰 肝肾综合征 再加上心衰 实际上也是三衰 这个人实际上 是全身衰竭 是没有办法治疗 但是呢 它还有三寸气在 你就应该治疗 你从根本上说 它是由于真因 绝了 所以就要补阴 这根本问题是资因 当然了 要配合羊血 要牵羊西风 是在资因的基础上 那么资因 以什么方为主方 当然是以 加减负麦汤为主方 是在加减负麦汤的基础上 再加药 再加药 二甲 复麦汤 糖 三甲复麦汤 大定峰柱 衍生出这么几个方计 这就是二甲复麦汤 三甲复麦汤 大定峰柱的组成 咱们下节课再讲 下课 三甲复麦汤